飘逸的身姿,俊朗的外表,爽朗的笑容,顶级的球技 当这些赞美被急于一身之时,毫无疑问,他一定是刘晓宇 他曾是CBE的少女杀手,凭借一张十二冷峻,十二阳光帅气的脸庞 吸引了无数少女青睐 他曾是CBE冠军收割者,年纪轻轻便收下五座总冠军奖杯 他也曾入选国家队,亚洲杯上一记罚球绝杀比赛成为经典 不可否认相对于其他人,刘晓宇的职业生涯已经足够精彩 但事实上,对于他的天赋来说,这样的荣誉只是九牛一毛 他完全可以更成功 2005年,作为率领长春十一中斩下全国总冠军的中国最强高中生 刘晓宇直接加盟了广东南篮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从高中直接进入CBE的球员 逆天的颜值,华丽的球风,加上劲爆的身体素质 进入联赛不久,刘晓宇就圈粉无数,成为当年男神级别的人物 而在此同时,他作为主要轮换球员 在加盟球队的七个赛季中,便拿到了五个总冠军 当第五次抨击总冠军时,他也不过24岁 紧接着,正值黄金年龄的他,取代了队内老一代的空位陈江华 入选国家队,当选最佳后卫 荣誉加深,风光无限,光明的未来似乎就在眼前 然而,年轻的刘晓宇遇见了中路陈 两人在活动中一见钟情,自此 年轻的中国刘川峰,便沉迷儿女清场,无法自拔 此后的几个赛季,仿佛是中了魔咒一般 刘晓宇不停地遭遇伤病,尽心受挫 加上沉迷儿女情思的他,即便登场比赛时 也显得心不在焉,畏手畏脚 很快,被视作球队未来的刘晓宇被广东队放弃,成为自由人 在上海南南,刘晓宇终于顿悟,开始有所复苏 一度让人似乎看到了曾经那个天术少年,但被北京四百万中金买下后 年龄的限制和伤病的困扰,让他再无法恢复到曾经的水准 逐渐向边缘化走去,或许这样的职业生涯已经足够精彩 冠军,粉丝,大合同一应俱全 但是对于中国男男人来说,刘晓宇的突然下滑,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遗憾 他本可以更成功,但英雄难过美龙观,是横骨不变的铁律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祝福罢了